作为吉尼巴特勒愿意加盟的三支球队之一,快船很快就做出了反应。 据说美媒爆料,为了得到这位联盟攻守街超级的球员,他们邀约太阳,准备用三方参与达成交易。 据悉,快船准备为得到巴特勒送出帕特里和贝弗利,加里纳利以及一个2019年的首轮选秀权,太阳则会送出体,这,沃伦,得到贝弗利和森林郎的戈尔吉吉啊,森林郎得到加里纳利,沃伦和快船的选秀权。 这则交易让森林郎实现了对巴特勒完美套现,加里纳利健康实施联盟能排名tope10的小前锋,他的外线投篮是森林郎现在最需要的,沃伦则可以让森林郎不再有屁股短板的问题。 上赛季,沃伦场就能得到19.6分,得分效率能和他比肩的小前锋只有詹姆斯和杜兰特,寻秀权则是现在最优良的责源。 此外,清除吉啊那合同让森林郎在现金空间上又有了更大的自由度,太阳通过交易,让自己有了很好的核心空位,被福利的三体属性和全球第一的特质将是不可的良排。 这一点在他效力火箭时保护他灯就得到了验证,此前有消息称,火箭也有意让黑队回归,快船则得到了他们最需要的超巨球员,再失去保罗。 格里芬和小乔丹后,他们最缺乏的就是顶级战力,更重要的是,这则将一辆快船的新金空间,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。 他们在明年夏天将又同时签下两名顶线超巨的空间,发,这乐现在和欧文就像是一体的。